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呢 是我在台湾的到处最后第二天的哈 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动物园 你看我后面那个建筑呢 就是刚才动物园的绝晕站 我从那边出来的 然后呢 我现在要去坐那个猫空缆车 坐完那个猫空缆车 游动物园的过后 然后我再亲自进入动物园里面走 啊 ok 啊 你看他们远远的那个建筑就是缆车站了啊 看到缆车吗 啊 ok 我现在比较靠近这个缆车站啊 可以看到比较清楚了 这缆车站的名字叫我猫空 他们的缆车看起来比较旧款一点 没有云顶的那种这么新款 很小力啊 我看最多多四个人了 在等待大缆车 从缆车站里面看他缆车是这样的 这里全部是排队大缆车的 啊 这个地方就有点像云顶啊 来我们看对面的风景 对 那个尖尖的那个头啊 就一零一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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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啊 ok 刚才我下了轮车了 现在我要去这个动物园的路口了 要去买门票先 看到吗 这个熊猫里面的确有熊猫 等下我拍给你们看啊 我就要去这个台北的四例 动物园啊 等下我们会坐这样的车去游动物园哦 这样也好 不用走到脚段 这是上一班车 我们要坐下一班车 好 我的车也开动了 啊 我马来西亚的动物园呢 就应该学一下台湾动物园啊 全部都是有车走的 不然平时走到脚段 ok 我看的第一个动物叫做大罐鳩 大老鹰 真的好大啊 这老鹰 看啊 好大只老鹰啊 这叫白头鳩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边 哎呀 全部看不到啊 这样 非洲图冠 这个银湾啊 这个 这一只银湾啊 看到啊 这个银湾啊 超级大只 整个区都是看小鸟啊 它这个范围是全部用网围着的 所以啊 你看那鸟啊 都在这边自由的走 啊 抓一顺 guard 不是吧 你看它 那点点,你看那要是蛳 看到在树上呆的鸟吗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angry bird 里面其同一只 有一只迷路的鸟跑上来 这里还有几只鸳鸯 这边叫做水晴区 就是水鸟的意思 那边一大堆火烈鸟吧 这几只鸟一看就很 很非洲的感觉 通常水鸟好像都是体型比较大一点的 我现在近距离看这些火烈鸟 很吵啊 但是很大只 这就是我刚才讲很非洲感觉的鸟 就是感觉很非洲 看到它发心我就感觉很非洲啊 这个不是黑天儿也不是白天儿 这个叫黑景天儿 这些你们看火烈鸟也是全部一直狡战的 这不用一直狡战的 这不用一直狡战的 这就是四子王里面的反派啊 这个就是四子王里面的反派啊 这就是四子王里面的反派啊 你看这就是四子王里面的反派啊 看这一只小子王里面的反派啊 这叫做蒙古野马 成绩是安座的吗 这书也是很美一下 这是很普通的五龟宝 我最期待看的就是这个起儿 起儿环草动物园里面有起儿 这些是起儿的baby 这是棕熊在睡觉 我今天的午餐是在这个动物园里面的小麦布吃的吃的是微波食物 这个就是我的午餐在动物园吃的 这些都是微波食物 一个韩国部队锅 还有一个是红烧牛肉面 还有香肠 红豆饼奶油饼 小香饼干 还好吃吗 鸡还没有吃啊 它名字叫红丝熊猫 这一只是亚洲黑熊 这个东西叫做酸食 很小吃哦 这个叫做酸猫 这有好大只的笑 我们叫做酸猫 这个是河梨 这个还是热片的啊 刚才已经看到了 这二鱼还以为二鱼隐形啊 原来它藏在这里 美洲野牛 这里是乌龟 这里还是乌龟 这是河吧 哇 这几位人熊啊 造型也太可怕了吧 我要吃小鱼类 红腿鹿龟 那谁黑黑的是什么 海禅厨 建独啊 建独啊 暖色的乌卡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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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色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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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上素质上 看熊猫是最特别的 要拍地来看 最期待的就是这熊猫了 终于看到熊猫了 现在我们来看五尾熊 感觉肥哦 这个屁股 这个就可以看到正面 这里有一只 这里有骆驼 它是羊 哈喽我现在离开了 我告诉你们 以后你们如果要来这个动物园 最好早上十点就来 哎呀真的太大了 走不完我今天我真的走不完 我太迟来了走不完啊 说我蛮多动物没有看到了 最主要就是赶着看熊猫就回了 ok拜拜